好 当然天气上的变化 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我们紧接着还要来看到 是面对了Delta变异株 包含了美国 日本 中国大陆 以色列等全球41个国家 都已经开打第三剂的新冠肺炎疫苗了 这要留情疫情指挥中心 在昨天初步统计 到明年1月底之前 在国内大约是有26.3万人符合 和第二剂疫苗间隔满6个月 可以接种第三剂疫苗资格 近期就会召开专家会议 按照疫苗到货 还有民众的意愿等因素 来做出施打的规划 不过我们来看到提到了打疫苗 现在大家真的蛮生气的 卫福部长陈时中透露 已经有18位接种高端的民众 来申请混打 好 现在这些人到底有哪些人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这18个人已经被大家 称为是高端18同仁 要来开先锋 不过近来指挥中心官员的发言 真的是让大家好像有点听不下去 来看到这个发言人庄仁祥 他说会不会有副作用 不得而知 好 另外这个指挥官陈时中 他的发言又是如何呢 这个高宏安问他说 我是否有科学数据来支持高端疫苗 接受其他的疫苗的混打呢 陈时中的回应是 没有什么科学数据 好 高宏安进一步提到了 有临床试验的疫苗混打 你已经足足拖延长达半年的时间 但是没有临床试验的疫苗 怎么会神速的开放 一旦出事的话 是否愿意负责 好 陈时中他先说 自己没有办法负责 后来又补充 政务官会负起所谓的政治责任 当然此话一出引发大家的批评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他就说 三加十一说负责 但是没有下台 高端重打 你直接说你不负责 现在看起来 这77万接种高端民众的爱国手臂 真的是情何以堪 当然针对了这起事件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他很生气 他就批评 根本没有看过这种政务官 是为所欲为 陈时中说这个可以招给要害救济 问题是这个决策是你做的 那你做这一个决策 你都没有责任 他的说法是如此 那要部长干嘛 那要部长干嘛 你就摆着我们自己去打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你 你说可以打我们还可以打 对 那我们都自己去 反正出事我们自己扛 我还第一次看到政府 不可能有人说 发生问题没有我的事 我没办法负责 而且要害救济事上就只有赔偿 我们现在是来讲 刑责跟刑事责任 是的 刑责跟行政责任 他认为他两个都没有 对 真敢说 为什么你会没有行政责任 这个监察院应该要调查 当初疫苗证则是怎么弄的 可以在人体实验都还没有做完之前 就让人家随便打试剂吗 那个疫苗政策可以这样做决策吗 你作为一个部长没有违反 疫苗政策该有的决策的流程吗 很敢说 我不用负责 我没办法负责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种政务官 可是说实话 他3加11他也说我负责 当时他说我负责 他也没负责 现在干脆告诉你我不负责 反正我都不会负责 这个原因在哪里 3加11事实上 也是有外部的单位可以调查你 乃是 监察院就可以调查 你监察院根本就是睡着了 根本就是护航院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把你看在眼里 他去跑湯 他也说我没有阵风问题 因为法务部 阵风是法务部的 他也没看在眼里 他也不认为苏贞昌院长会骂他 他也不认为蔡英文问总统敢唤他 就是这样 他现在真的是 就是扣谁 对了 监察院不敢查我 法务部阵风不敢查我 我就这样 不然你是怎么 总统院长也不敢骂我 是啊 也只能挺我 除非你去法院提告 搞不好法院的法官也挺他 有可能 失忠本 对 我是说如果一个政务官 已经有这样的十拉久稳的把握 他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 他现在基本上 我觉得他就是为所欲为 是 他做任何事情都不用担心受罚 对 信口开合到这个程度 总统不敢唤你 院长不敢唤你 院长不敢骂你 变成这种状况 而且还民调高到 民进党里面没有对手 拜托一下绿营的朋友 你们怎么了 然后犯律的人 要把他当作神一样在拜